话说公孙渊他第一次派了两个官员去见司马尔 请求投降被司马尔杀了 接着公孙渊又派了大臣叫做维燕去魏军营寨再次请求投降 当时司马尔在中军将高高在上坐在那里 中将官在两边排好队站得齐齐整整 那种威严发胆小一点的见到都会吓得脚远 魏冕远远跪下用膝头的跪着走进去 他向司马尔品告说 请泰卫暂色雷亭之怒 立即就送细子公孙修来做仁治先 然后我们军臣就自己绑住来投降太位 军事上最主要有五点 能打就打不能够打就守 不能够守就走不能够走就投降 不能够投降就死何必送个儿子来做仁治 我不杀你 你回去说给公孙俊听 当然 将他赶出去 走 为演铺头鼠喘一摸一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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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说不行了 那麽 公孙俊就怕得急急震 就和我儿子静静商量好 挑选了一千人马在当晚二更时分 开了南门就向东南方偷走 好东西啊 没有人知觉啊 公孙俊的心里偷笑了 谁知道走不到十里远 突然间听见山上滚的一声跑响 接着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武国齐鸣一枝兵马杀出来拦着去路 当中就是司马尔 左有司马尸 右有司马超 这两个大声哼反拆 喊 糟了糟了 公孙俊有一撥马头想找柄位 还怎能走得掉啊 胡勋的兵马早就来到了 左有下侯霸 下侯威 右有张虎岳嵩 四边都围到铁筒那麽建议 就算你公孙俊这只的鳥仔也飞不出去了 那公孙俊两父子就唯有六局 就落马投降了 司马尔骑在马上 对他那帮将官说 前几晚 我见到一粒大声落在你处 今晚啊 变变了 是 是 太位真是神机妙算 仲将官二口同声 逐贺司马尔 司马尔下领 斩了公孙渊父子 他父子两人 打对面跪在树兽营 跟着呢 司马尔是带领大军去商平 他都未到 胡遵的军队早就入城了 当时城里面的黎民百姓 都焚起乡 跪在路边迎接他们入城 入城了 司马尔去到衙门坐在大堂 下令将公孙渊中重 以及同谋的官员等等 全部处斩 总共杀了七十多人 然后呢 就出绑安文 后来有人说给司马尔听 说当初假贩和隆席 都是苦苦劝奸公孙渊 不要造反 都被公孙渊杀了 司马尔下令为他们修建坟墓 同时封赠他们的子孙 司马尔又下令将仓库里面的财物 拿出来上次慰勞三军 然后就班师回去洛阳了 正所谓光阴此战日月如梭 短眼间又过了好几年了 有一晚 只是三军事份 魏主曹瑞又在皇宫里还没曾份 忽然间 呼 一阵阴风 吹雷眼灯熄了 哎呀 曹瑞只见毛皇后带着几十个宫女太监 一字下便一字走到身巾 要曹瑞尚命 真正 吹了一下 曹瑞从此得了病 过了一段时间 那些病非止不见好 还越来越重 于是曹瑞任命 时钟光陆大夫刘芳 孙之这两个大臣 掌管书密院一切事务 由孙召燕王曹瑞 要封他做大将军 辅助太子曹芳摄政 这个燕王曹瑞 那是文帝 即是曹瑞的儿子 谁知曹瑞这个人 叫温和功劍 不肯担当这个重的责任 坚决推辞 就不接受任命 那没办法 曹瑞找刘芳和孙之黎 问他们 在朕的宗族之内 谁能够任用 呢? 他这两个人 一向都深受曹真的恩惠 就捕就说了 陛下 看来 唯有曹子丹的儿子曹封 可以摆得起 嗯 好了 陛下 如果用曹爽做大将军 那就要燕王离开京师 回到他自己的王国好了 曹瑞一想 没错 同意了 那流放宣知就请曹瑞写一封诏书 然后带着去见燕王说 有天子亲手写的诏书 命令燕王翻国 限迹日起行 以后 若果没有天子命令 不许入朝 燕王就流着眼泪 离开京师许昌就翻扯 于是曹瑞 就封曹爽做大将军 整个朝政就由他总管 又过了一段时候 曹瑞的病情渐渐渐渐危急 就派了一名特使拿着截 去召司马尔回朝 司马尔一接到圣子 就趕快赶回去许昌 入宫去见曹瑞 曹瑞说 朕就是怕见不到外星 现在见到面了 朕死而无恨了 陛下 陛下 以路途之上 听闻陛下 龙体不安 恨不得生出队役 立即飞到皇宫 今日 能够见到龙眼 是神 有荣幸 跟着曹瑞就宣召太子曹方 大将军曹爽 时钟 刘芳 孙芝等人 就来到他的龙床前面 曹瑞抓住 不施马尔的手话 往日 刘芸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 将他那个未成年的儿子刘芝 托沽于诸葛孔明 孔明因此而竭尽忠诚 致死荒忧 一个偏帮小国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泱泱大国呢 朕的儿子曹芳 今年才八岁 他还没能力掌管国家写职 希望泰威尼 与及忠卿 各位元婚救神 揭力辅助他 不要辜负朕 一片期望之心 阿芳 你来 你来 仲达和朕 是亲如一体 你以后要敬重他 曹芳就叫司马尔拖曹芳 走近 曹芳就揽住司马尔条颈 不肯松手 曹芳就说了 太魏啊 你不要忘记弟弟哥 今天相恋之情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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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眼泪整串整串的流 时马尔跪在那里 流着眼泪地扣头啊 曹芳这阵时已经开始昏迷了 不会说话了 只是懂得用手指指太子 过了一阵就断气 曹芳总共在位13年 死的时候是36岁 当时是魏国警初三年 即是公元239年 正月下旬 曹芳死了 那司马尔和曹芳呢 就扶持太子曹芳登上皇帝位 这个曹芳别自难兴 他不是曹芳的亲生子 不过是很秘密地拿回皇宫养大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曹芳做了皇帝 就专称曹芳为明帝 安葬在高平陵 专称国皇后为皇太后 年号就改为正始元年 这些就不啰嗦那么多了 司马尔和曹芳一同辅助曹芳执政 曹芳对司马尔十分恭敬谨慎 一切大事 事事都必定先向司马尔报告 曹芳自超伯 他自小就在皇宫出入 曹芳见曹芳为人谨慎 所以是非常喜爱他的 曹芳的门下 有五百名奔客 其中有五个人 都是怀疑不实的人 一个是何眼 一个是邓阳 一个是李姓 一个是丁蜜 还有一个是北伟 另外还有一个叫环范 官职是大师农 环范颇有志谋 很多人都叫他志郎 这几个人 都是得到曹爽信任的 有一天 何眼就对曹爽说 主公 你的大权 不要分给别人 否则恐怕有后患 曹爽就说 不过这样 司马公是跟我一起接受先帝托乌的命令 将他丢在一边 怕不太好 往日 主公的先军 和仲达一起去攻打熟兵的时候 受尽此人的气 因此惊得死了 主公 你这样也不明白 何眼这个家伙 拿回往日曹爽的老爸曹真 和司马尔之间的一些不和 来挑拨曹爽 曹爽就受落了 立刻就找了一帮大臣商量妥当 那天就上朝 稳奏艺主曹芳说 启品陛下 司马尔功高得重 应该升任为太傅 曹芳是个弟弟 懂什么 升不是升 这样一来 从此之后 兵权就全部落在曹爽的手上 曹爽又任命他的弟弟曹熙 做中领军 曹芬做武卫将军 曹燕做省忌尝试 各人率领三千名御林军 就可以任意出入禁攻 同时 又任用河眼 邓阳 丁麟做尚书 不轨做师弟校尉 李姓做河南韵 那这五个人 就日日夜夜都和曹爽一起了 而曹爽有什么事 都找他们来商量的 曹爽揽了大拳 那他门下的奔客当然是一日多过一日顶了 那斯马尔又怎样呢 那斯马尔又是心知肚明 说升自己的官职 实际上是削自己的兵权 好吧 于是就以病为借口 根本不出来理事 那他两个儿子 司马斯 司马超 干脆退了职 闲居在家 曹爽就不同了 他每天都和河南一帮人喝酒作乐 但凡他用的衣服呀 器皿呀 都是和皇帝没什么两样的 各地进攻给朝廷的珍贵礼物 曹爽喝头淡汤 都是将最上等的 执起来自己要了先 静下来的 然后才送入皇宫 美女佳人充满苦怨 有个皇门官叫张当 拼命托曹爽大脚 这个人竟然狮子挑选了 七八个先帝曹裔的侍妾 送给曹爽这件事离谱了 曹爽就选了能歌善舞的梁家女子 三四十人 作为他的家恶 所谓家恶 用现在的说话来说 就是家庭歌舞团 他还大兴讨舞 建很多高楼华国 制造金银器皿 有几百名考手的工长 为了他的享受 日夜不停地工作 日夜不停地工作 现在说一下河岸这个家伙 他是听闻管路心明逆理 好懂得看上算命 就请他来谈谈 沾下卦 各位 大家记得 管路在很多年前曾经跟曹操看过相 沾过卦就很靓 管路来到的时候 邓阳也在座 邓阳就问了 先生自称心明逆经的道理 但是听你说起话来 都没有见你引用逆经里面的说话 为什么呢 管路说 心明逆经道理的人 就不说逆经的了 河岸大赞管路好东西 说他说得透线 认真道家 他就跟管路说 先生 你跟我尖之挂 看看我的官职做不做得到三公呢 我连气几次 都发梦有几十只乌鹰 来生我的鼻歌 是什么笑头呢 大人 古时候那些有才有德的大臣 辅助天子 都是因为他自己和为谦功 所以非常幸福 现在大人的地位尊贵 势力又大 但是畏惧大人的威严的人就多 感激大人恩德的人就少 这样就绝非小心求福之道 而且那些鼻子是山压 山高而不危 那才能够长久富贵 现在的乌鹰是因为闻到臭味 所以生气 地位高而不稳 很紧张 不要说不得人怕 希望大人以后多些接受别人的意见 以保助自己的不足 不合乎礼法的事 就碰都不好碰 这样呢 三公的职位就可以做到 呼应也可以赶走了 邓阳听了不高兴 他说 正一路生常谈 路生者见不生 常谈者见不谈 本路说了一句 三走一匪走了 何彦和邓阳两个笑得喀喀声 这个人真是疯了 本路回到家 把先头和何彦看上的事 说给他舅舅听 吓得他舅舅什么 何彦两个人 现在架势到禁教官 你为什么事要得罪他们 舅舅 我和两个死人说话 有什么好怕 死人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舅舅 邓阳此人 行起路来 根不触骨 默不济浴 整个人好像散了 站起路 站都站不定 十足无手无脚 他这个相乃是鬼躁之相 而何眼 魂不守舍 面无血色 精神浮躁 容颜干肤 乃是个鬼憂之相 他这两个人 很快就有杀身之禍 用不怕他们 哎呀 正天佬 舅舅就把管路大闹一餐 就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 曹芳登位做皇帝 不经不觉已经十年了 到了正此十年 曹芳又将年号改为家平元年 即是公元二四九年 这这么多年来 一向都是曹爽专政 曹爽很喜欢和何眼 邓阳他们这帮人出去打猎 他弟弟曹芳就劝他说了 庆长你威权这么重 又好出去打猎 万一被人暗算就悔之不及了 曹爽就骂他了 我兵权在手 何具之有 大师农换饭也都劝曹爽 他硬是不听 曹爽很久没有去理过司马尔 就不知道司马尔的近况 也不知道他的虚实 刚好魏主曹芳就委任李胜 做荆州刺史 李胜是曹爽最信任那几个人中的一个 所以就叫李胜去找司马尔辞行 顺便探听一下消息虚实 李胜是直接去到司马尔的公馆 守门官就立刻进去报告 司马尔听见说李胜来辞行 就跟他两个儿子说了 曹爽使他来 是想探听我是真病还是假病 于是司马尔脱了帽子 打散头发 在床上盖着脖子坐在那里 旁边还要两个脾女扶住 搞定了 然后才吩咐请李胜进来 李胜一直来到床前扣头行礼 他说 一直没有见太傅 想不到病得这么紧要 现在天子任命下官为荆州刺史 突然前来向太傅辞行 司马尔诈读听不真 冰州近着北方 好好地准处准备衣服行装 那里很冷 是荆州刺史 不是冰州 太傅 你是刚刚到冰州来吗 不是 看上荆州 你是荆州来吗 太傅病成这样 左右的侍从就跟李胜说了 太傅以龙 是荆州 不过去拿纸笔给我吧 是从拿了纸笔来 李胜就把说话写一张纸书 呈给司马尔看 司马尔看了就笑了 我病得疼疼了 这次出门 一路保重 保重 说完 用手指的口 屁女就用汤泥捧着给司马尔喝 司马尔控嘴进去喝 喝到嘀嘀嘀嘀嘀 整封衣襟都被汤弄濕了 我又老 又病得厉害 不用多久就死了 两个儿子不中庸 希望先生教一下他们 先生见到曹大将军 请他千万 请他千万照顾我两个儿子 才好 说完 司马尔就躺在床上猛气 声都咬了 李胜辞别了司马尔回去见曹爽 一五一十张司马尔的病情就告诉曹爽 曹爽 曹爽听到就欢喜到嘉宁一 他说 这个老爷如果死了 我就不用休了 司马尔见李胜 扯了 就起身和他两个儿子说 李胜这次回去报告的消息 曹爽就一定不会再顾忌我了 好 等他出城打裂的时候就炮制他 过了无奈 有一天曹爽就请魏主曹芳 去拜热高平陵祭祀先帝 但是 当日 大小官员都跟着御驾出城 曹爽和三个弟弟 以及深福人河雁等等 就带着御林军护驾一路走去 大师农缓范拦着马头劝曹爽说 主公统书禁兵 不要几兄弟都一起出城 万一城内有什么变故 如知奈何 谁敢作反 以后不要乱说 曹爽喝酒都换饭 一于照去 现在说的司马尔 当日他见到曹爽出城 正好 立即去到省中 即是皇宫禁地 任命司徒高友 执行大将军职务 又将节月交给他 表示加重他的权力 叫他先去佔领曹爽的兵营 又任命太卜皇冠 执行中领军职务 佔领曹熙的兵营 跟着司马尔带领 一班老臣子 入去后宫 便宾奔奏国太后 曹爽 说曹爽已经辜负了先帝 对他托姑的恩德 奸邪乱国 按照他的罪行 应当撤职 博太后 博太后很慌 他说 天子出了外幕 那怎么办呢 神已经有表彰 便宾奔奏天子 也安排好杀奸臣的计划 太后不用忧心 博太后怕了司马尔 唯有闹头 于是司马尔急忙吩咐太尉掌制 上书令司马夫 一起来写好一份表彰 派个皇门官带着出城 直接向皇帝稟奏 司马尔自己亲自率领一支大军 佔领着武器仓库 司马尔的行动已经有人去报告曹桑的家 曹桑的老婆刘氏 急忙出来大厅 叫守府官来问他 现在主公出了去 重担起兵是什么意思呢 有个守门将官叫做潘举 他说 夫人不用怕 让小将去看看 于是潘举带着几十名弓箭手 上去门楼上监视着 他见到司马尔带着人马 正是要经过屋前面 这刻下令乱战射下去 封锁着路 什么司马尔不过得 骗像孙谦在后面大声地叫 太傅是为了国家大事 不要射箭了 连气制止了三次 潘举这样才下令不要射 司马超快要保护父亲 司马尔通过曹府门前 带兵出城 驻扎到河岸边 守着浮桥 各位 究竟司马尔发动政变能否成功呢 扯挺下回分解了 下回分解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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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